欢迎来到肖战NewsCenter频道,请订阅频道,大家不要错过当天肖战的新闻,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肖战官宣,出任法国顶奢珠珠宝品牌Balcheron,保湿龙全球品牌代言人。 这同时也是肖战继Gucci,Todds,Zenith,Wiseau Beauty, Ralph Lauren Fragrances之后,收获的又一支高质量大牌商务合约。 这种空降鼎奢珠最高Title全球代言人被视为不可思议,但看到官宣后立即紧喷的数不清的晒单,小到几万,大到几十万甚至百万,那么这种不可思议发生在肖战身上,就成为顺理成章了。 这是继真历史的两年之后,有一次震惊时尚界的壮举。 何谓空降? 为什么说是不可思议? 顶奢和高奢在征选代言人时,通常会对艺人进行考察,考察期内艺人会穿戴品牌的服饰参加公开活动,考察期少则一两年,多则好几年。 有些人经过考察或许不能如愿得到品牌Title,即使通过了考察,一般也是从小的Title做起,比如大使,支线代言人或区域代言人。 就拿宝诗龙另一位代言人为例,他在17年得了金马影后才进入考察期。 18年成为大中华区品牌代言人,19年成为品牌代言人,22年才成为全球品牌代言人。 而肖战此前从未在公开场合佩戴过宝诗龙品牌珠宝,就直接空降最高Title全球品牌代言人,是其他时尚界和演艺界人士所无法契集,按常规说确实是不可思议。 但是正如上所述,肖战的时尚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顶,使得这种不可思议成为顺理成章。 继国内官宣后,巴黎时间1005,宝诗龙在全球官网各大平台欣然宣布,肖战出任宝诗龙全球品牌代言人。 这种全球卡点官宣,全球媒体争相报道的巨星待遇也仅限肖战。 各大海外时尚媒体纷纷报道中国顶流肖战官宣宝诗龙全球代言人。 历史最悠久的权威时尚产业媒体WWD写道,肖战演绎的不同角色真诚动人,屡受赞誉,日常生活中的他也始终保持真我性格。 Vogue新加坡版写道,肖战作为中国最知名的,多才多艺的演员,这次老牌珠宝奢侈品牌张开双臂欢迎他。 从这些报道中可见一般,肖战在时尚和商业的巨大价值最终是源于他的演员价值。 今年肖战有三部新剧接连播出,分别是《梦中的那片海域谷遥骄扬伴我》。 这三部新剧横跨年代剧,古装仙侠剧,现代都市剧这三大不同领域。 这三部新剧充分体现了肖战的细路之宽,潜力之大,他驾驭不同题材和不同角色都有任有余。 热情仗义,直爽无味的时差海大哥肖春生,心怀天下,一昧偏然的神观时影,坚定勇敢,温暖炽热的盛阳。 央视形容肖战为性格演员。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、《玉谷遥》、骄阳伴我这三部新剧在三个不同赛道上都取得了亮眼成绩,形成肖战自带的IP效应。 肖战的演员价值进一步地提升,对他的时尚价值和商业价值给予更强的加持。 保湿龙全球执行总裁,Helene Pollard-Ducane表示,我很高兴肖战能成为保湿龙家庭中的一员。 除了我们契合的价值观之外,他潇洒自艺的魅力型格和鲜活个性意完美诠释了世家精神。 藉由这次振奋人心的合作,我们也想再次证明保湿龙在中国的影响力,这对于保湿龙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。 感谢您观看影片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支持我们。